作为完全不了解3D打印的小白 本着不知道买什么就买小米的原则 我买了一台米家3D打印机 指望着它打一点用的玩的小东西 我刚买了个3D打印机 你们有什么想要打的 都可以来试试 给我打个4辣米芯片 我这是打印机 又不是光刻机 我扣子扣子掉了 帮我打个扣子吧 扣子掉了可以去超市买呀 我这个打扣子成本太高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哪有机又怎回扣子不 米家3D打印机 1899元 2K精度光固化 光固化打印机的特性就是 速度慢 强度差 但精度比较好 可2K基本上就是 光固化打印机里面最低的精度 使用米家专用的竖纸作为材料 168一盒 用别家的 嘿 不行 和很多米家产品一样 它有一个APP 打开以后 它能做的事情一目了然 除了打印自己提供的模型 还能打印网友分享的 再进到这个创意面板 还有不同的选项让你进行创作 出于稳健考虑 我们准备先打一个网友分享的模型 萝卜刀 打印机组装很简单 安装打印平台 安装离型槽 装上料盒就可以准备打印 获取模型 就会自动获取模型排布 然后生成密密麻麻的支架 接下来 只要点击打印 机器就会缓缓开始工作 打印材料从料盒被抽取到离型槽 作为备用 男后期 你这什么味儿啊 男闻死了 胖凑 我这是光固化打印机 你闻到的那个味儿是树子的味道 味道是大了点儿 但问题不大的 我觉得问题很大 这就是男后期买之前没做功课的后果 打印机的种类很多 偏偏选了光固化 还是这种在入门之外的2K光固化 速度不快 气味挺大 对于气味敏感的人 这种味道就是难闻 这里是办公室 不是毒气室啊 既然已经买了 还是放到一个通风的地方 味道能小一点儿 打印开始 就能看到打印平台不断下降到离型槽内 每下降一次 就会有底部的光线对它进行照射固化 经过无数次的这个过程 一个模型就能被打出来 模型高度越高 打印的时间就越长 这小小几个零件 就是打印机8小时的工作结果 然后就是清水冲洗 拆掉支架进行固化 加上自带的小转盘 放上需要固化的物品 盖上盖子 点击开始 8个小时都等了 固化千万别省时间 各种角度 各种结构都需要被照射到 不然强度会受影响 再经过打磨 安装 一把萝卜刀就这样诞生了 也许是模型的精度不够 也许是打印精度不够 反正这把萝卜刀玩起来并不顺手 并且 怎么就碎了呀 那就才玩半天 米加3D打印机这个树脂材料固化后很脆 并不适合制作有反复活动的结构 于是我们计划着 先打印一些纯观赏的东西 诶 陆克 你不是学3D的嘛 给孙明搞一个车模 它们得高兴坏了呀 男后期 你一身正气 也给我提这种要求啊 是给他做一个汽车模型 做一个送给他 做不出来 但是啊 但是 我们可以花一点钱 买一个 花一点钱 还真是 没有花钱都不是 这保险杠 这小把手 搞得有鼻子有眼了 开始打印 好 打印这样比较复杂的模型 这个打印机就招架不住了 自动生成的支架 长满车膜的里里外外 外面的可以小心翼翼的拆掉 里面的那是真的处理不了 由于竖纸材料的特性 保险杠上的这些细节部分 也无法很好地打印出来 我知道了 一定是我们打印的体一太小 下次我们数字打印 体积大了 就没有那么多细小的零件了 对于没有3D打印经验的人 对模型细节的大小 没办法很好地把控 即便体积大了 中网细节保留了 但是这车裂开了 并且车身比较薄的部分 在固化后也鼓了起来 自动生成的支架 也将车里填满 想要没有这些多余的支架 就要自己提前建好支架 可是对于新手小白 把支架建得合理可太难了 唉 还是不行啊 别灰心 那个模型太复杂了 而且它不是专门为3D打一幅的模型 作为你的潜在白嫖客户 给你一个全新的业务 帮我打造一个迈克迷你支架 让它立起来就行了 既然你这么相信我 那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嗯 等着吧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 利用三脚猫3D能力打造出了 鸽牌 Mac mini支架一代 结构十分简单 一个大大鸽字 代表着这个支架的主人是谁 这么简单的结构 肯定不会出错 无论是建模 还是在打印机APP里预览的时候 这个模型都是既简单又正常 可能是因为打印机觉得太简单了 它帮我加了很多不存在的结构 现在这个支架是又大又结实 就是不能用 本着求稳原则 我们设计了二代支架 其实也不是设计 全是妥协 在原本简单的设计上 又简化了设计 打印不同的零件进行粘连 这次能用了 就是甲方不太满意 这都啥呀一堆零件 关键这两边不应该都是指甲吗 怎么一个直的一个弯呢 精度就这样 尽力了 几番周折 我的结论就是 它作为一个创意工具 还差很大一截 那作为一个大玩具呢 打开这个创意菜单 里面的选项可真不多 要么是敬请期待 要么是这种需要单独买零件 才能制作的 像这个捏人 可以选择的选项也十分有限 算是有点意思的 是这个人偶和陶逸 人偶制作非常简单 只需要拍一张正脸的照片 就能生成一个头部模型 身体嘛 就是通用模型了 制作的模型都挺好 就是 和本人不像 这是卢克 这是石老板 但是我意外的发现 真的有一个身体穿搭 就是谢老板的日常风格 所以再把它的头夹上 还真有点谢老板平常的感觉 这算是我们打印的所有东西里 最成功的 高低得算个手办 这个好是 年轻人 接下来陶逸 操作就更简单了 一块虚拟胚子 捏捏捏 花瓶 碗 都能捏出来 可打印出来就有大问题了 从3D模型上观察 不过是屏口比较厚 因为自动生成的屏口 我可以理解 可打印出来 这屏底薄薄一层 已经鼓起来了 随时都会裂开 再有 在这里面形成的支撑 有的根本取不出来 和自己制作的模型不一样 这个模型无法自己设计支撑 只能自动生成 这也看不到里面的支撑啊 这支撑我也改不了啊 不合理的地方不止于此 比如这个按照真实尺寸设计出的支架 导入到APP后 它的尺寸就变了 明明整体宽度5厘米多的模型组合 在APP上显示7点几厘米 也不知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冲动消费了 到头来只能打一些 无痛不痒的小玩意儿 不能有明显的枪体 也不能有复杂的结构 咋记心了 值不值得买 3D打印这个概念虽然已经普及 但真正操作起来 还少不了更多专业知识的配合 作为小白的我们 一开始都抱着让APP和智能化的操作 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 可事实并不如意 我们用了相对更高的价格 买了一台实际效果不算太好的打印机 打印时间久 无论精度强度都还差点意思 即便是少数成功的打印 也很难让我们用起来 产生的气味也对打印的场地有了不低的要求 再加上米家打印专用的数纸 一盒不算大 169元 打印节目里我们所有的物品 用了三盒半 这让1899的打印机 都想交个朋友 耗材才是赚钱大头 作为小白入门 这确实不算一个好选择 如果你是一个高手 2K的米家 自然很难入眼 米家3D打印机 TESTV主观综合评分 3.75分 各位居民朋友 双11卖场活动已经开始了 双11卖场活动已经开始了 请各位居民有序排队 不要拥挤 不要拥挤 我快来那边电口发现我回家的树 不然我先过去抢啊 这位居民有序排队 买钱快来剪刀啊 妈妈那家家 还有两分钟开机秒三大三不去 就没机会了 靠啊 你知道他们的活动 都是有后手的吧 知道啊 又能怎么样 唉 你们家卖什么的啊 东西多 您随便看 全年最低价 又是先涨价再降价了吧 唉 哪里涨价了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是这个价好不好 不要乱讲 嘿嘿嘿 想必这位客人一定也踩过雷 跳过坑 才会知道促销活动 大多都有问题对吧 对啊 所以我今天什么都不打算买 我们在做生意之前 曾经也是被各种活动绕分头 被坑风拐骗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想给消费者 最直接的优惠方式 虽然我们的活动力度没有那么大 那么诱人 但是我们便宜的每一块钱 都是真实的 不会让你为了那宁心的几块 去花更多的钱 我们希望 在这眼花缭乱的纷扰中 能够带来一点点的真实 哪怕这个真实 本来就是大家最想要的 那给我拿一件 T-shirt吧 给您拿好 哦对了 我们的活动还包括 每天在当天消费的顾客里面 出去一位天选质子给他免单 因为今天只有你一单 就给你免单了吧 意思是我直接拿走不用给钱 你怎么就知道今天只有一个顾客呀 要是这都没有人买 说不定最后的大奖 手机和手表 都全是他的 好 节目看完了 那你觉得这个打印机能够得几分呢 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 寻找链接给他打个分吧 那么本期啪啪 啪了当中最后这一个 诶 米家3D打印机 那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耗材啊 这个素纸呢 已经还剩半盒 我们会一并发给你 那么价格多少呢 23块3起啦 那有需要的朋友们 淘宝搜索店铺 TESTV值不值得买 现在已经开始咯 那既然你已经进入店铺了 那个双十一的活动优惠 一定要抓住啊 我们其他的周边产品 大家进去看一看 并且呢明天 我们会进行一个中午到晚上的 这么长时间的直播 还有抽奖 免单 送福利 好所以呢 明天一定要呢 锁定这个 TESTV值不值得买这个频道 B站频道 还有这个淘宝平台 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直播 想一想福利 抓住最后的记忆费 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的话 那个超级感谢可以点一下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支持我们创作更多的优质类 给淑敏搞一个车磨 他不得画一只啦 他不得画一只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